6月26日,顶流蔡徐坤霸占热搜榜单 一位网名C先生不要太勇的网友爆料 他一夜情搞大对方肚子后并令其堕胎 事后蔡徐坤母亲出面为儿子收拾烂摊子 一面和女生商讨赔偿事宜 另一方面,找私家侦探在女生家门口安装摄影头 最终只拿出50万还不一次性父亲给予赔偿 女生受到严重伤害最终曝光此事 目前蔡徐坤方还未做出回应 随着此事的发酵,更多知情人站出来爆料 一位名叫圈少说的百万大V爆料 他虽然没有直接点名 但此时他公开爆料很显然说的就是蔡徐坤 据他所说,他的朋友曾和蔡徐坤在深圳睡过两次 也是通过朋友介绍的,还说他活很差 但是人还算大方,吃饭一直买单,不管多贵的 另外,还有一件很搞笑的事,有一次吃饭 迎面走来一个人,蔡徐坤以为认出了他 便迅速压低茂严并戴上口罩 没想到这个路人认出了他朋友 看来他的这个朋友应该也是名人 不知道是不是明星 在评论区,这个大V继续爆料 说他差不多就两三分钟的样子 能够把这么隐私的细节曝光 看来他确实知道很多内情 而且他还疑似是圈内人 翻看他的社交账号 他在今年5月曾受邀参加了嘎那电影节 他还曾晒出与不少明星的合影 包括他曾搂抱着赖与萌合影 两人的关系看上去很不错 他还与香港女演员周丽琪是好友 与钟楚希、李梦私下也认识 在看展时他还曾偶遇离姿 两人还打了招呼,就人脉非常广 所以,可以确定这位大V与娱乐圈很多明星都认识 所以他的爆料更多了几分真实性 毕竟如果是圈内人 想必更了解蔡旭坤私下的为人 另外,早在2019年 蔡旭坤就被爆出和女粉丝开房 对方明确表示 蔡旭坤和一个富二代女孩睡了 还晒出聊天记录 通过朋友圈内容可以得知 这个女孩是蔡旭坤的粉丝 也一直跟在蔡旭坤身边 就连蔡旭坤的工作人员也都认识她 只不过两人并非男女朋友 某天两人发生关系后 蔡旭坤就坐飞机离开了 这个女孩也因此很难受 看得出爱得很深 狗仔董呱呱之前也曾爆料 说当红三字男顶流满世界睡粉 女粉丝怀孕后打胎 顶流还雇人跟踪 当时给出了很多信息 都与这次的爆料吻合 看来很多人早都收到了消息 只是一直没有给曝光 2021年8月 也有网友曾爆料此事 说蔡旭坤睡粉丝 且知对方怀孕 还说女方要500万封口费 但蔡旭坤只给50万 当时很多人都不相信是真的 原来一切有迹可循 蔡旭坤私生活混乱 很多粉丝其实也是知情的 为此还有很多战姐脱粉回彩 爆料蔡旭坤不只有一个孩子 而是两个 为了封闭消息 花了上千万公关费 她踏踏房 所以才那么着急 开演唱会割韭菜 这位知情者 是今年4月曝光的此事 这么多人站出来爆料 蔡旭坤想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恐怕没那么容易了 就像当初吴某凡和李一峰一样 没曝光之前 都是一副乖乖男的形象 甚至还发声明狡辩否认 直到被通报才认错 所以当下蔡旭坤不回应 莫非是怕对方再继续放锤 只是一直不回应 恐怕也没办法糊弄过去吧 结合蔡旭坤在演唱会现场 公开搂爆女粉丝的情景 如今再看 恐怕这才是她最为真实的一面 成命后的蔡旭坤虽然遭受不少黑粉攻击 但小哥哥仍然坚持工作 无趣怨言 每天练舞练歌 开演唱会 近段时间 顶留蔡旭坤的演唱会 正在如火如荼地举行 目前为止 蔡旭坤方还没有回应 大家也是静观其变 虽然说很多人不相信 但网上传的是有板有眼 近日 蔡旭坤寻回演唱会开唱了 首场是中国澳门 于6月3日震撼开唱 后边还有中国香港 曼谷 新加坡 以及吉隆坡等地 可以说是IKUM的春天来了 本以为像这样的顶留 演唱会门票应该会被抢售一空 但事实证明 这些顶留票房号召力 真的很一般 在6月3日 演唱会即将开唱之前 有网友发现 蔡旭坤的演唱会门票 仍没有受光 并且 票务网站为了能捞回一些成本 直接给门票进行打折出售 原本2580元的那场票 官方仅卖96元一张 这已经不是打折了 完全是亏本清仓了 但是很可惜 哪怕这么低的价格 依旧没有多少人去买 但话说回来 截至目前 蔡旭坤手上光代言 可以说有30多个 甚至还有几个顶奢代言 如果情况一旦属实 那蔡旭坤面临的 将是一个天价赔偿 不少网友感慨 PRODA简直比传说中的缩神 还要灵验 也有人说 PRODA是最赚钱的外国品牌 毕竟 只靠收赔偿费就能赚翻 事实上 从去年开始 3000W粉丝男鼎流 有孩子的传闻 一直不断 甚至还有人晒出事件详细经过 说他不止有一个孩子等 尽管很多人猜测 就是蔡旭坤 但毕竟只是猜测 先前的多次爆料 并没有指名到姓 顶多就只敢说 C姓顶流小生 C姓男顶流等指代 传闻欲传欲真 不过最终只是传闻 而这一次爆料不同 爆料人不仅带了蔡旭坤大名 还晒出了证据 而网友提到 PRODA则是因为这个品牌 选代言人太有眼光了 柯震东 西维禁品 再也没来过大陆了 郑爽 代言仅仅8天 从女顶流直接变成素人 出国了 再没回来过 吴亦凡 进去采缝任机了 从代言人变成了做衣服的工人 李一峰 一夜之间消失了 2019年5月1日 PRODA官宣蔡旭坤 为首位全球代言人的热闹 游在眼前 据说官宣隔天 PRODA的广告短片播放量 超过了7600万 热门话题曝光量 更是高达7.3亿 在此之前 PRODA在中国市场的营收 从2015年开始 已经连续跌了5年 作为国内首位 95后蓝血顶奢全球代言人 PRODA与蔡旭坤的携手 算得上是一次流量与销量的双赢 彼时 PRODA遭到华尔街投行的一致唱空 花旗 高盛 李昂给予的卖出评级中 李昂对PRODA的目标价 甚至低至17港元 当品牌陷入不被看好的发展危机时 选择流量明星代言 让PRODA有了逆风翻盘的机会 2019年底接受媒体采访时 Myachia PRODA曾说 粉丝不是通过我们 而是通过看认识了PRODA 以至于在蔡旭坤 稳居全球代言人一年7个月 PRODA官宣郑爽为新入代言人之后 还引发了双方粉丝的互对 在IPUN看来 郑爽和春夏加入代言人的行列 让蔡旭坤不再是PRODA的唯一 也让这个代言变得像碎钻一样不值钱 再到如今的蔡旭坤 如果爆料属实的话 相信PRODA很快要再出一个解约声明了 别的品牌选代言人或品牌合作挚友 看重的是合作对象的 带货能力及正面形象 而PRODA选合作明星的目的 难道就是看准了他们不可靠 为了收取解约赔偿费 调侃归调侃 蔡旭坤是否有孩子 是否和C姓女生发生这么多故事 我们且等一个澄清 吃瓜的同时 我们也想问问 为何如今一人这么容易出事 1998年出生的蔡旭坤 今年刚25岁 2015年出道 2018年参加真人秀偶像练习生时爆红 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 为何会做出一夜情 又不愿意承认关系的事 说到底 明星 尤其男明星 贩卖的就是一个单身形象 一个可供粉丝歪歪做梦的形象 有记得 他出新歌时 直接将一个穿婚纱的模特搬上舞台 甚至工作室还晒出了 他与穿婚纱女孩的合照 当然 这女孩是只有婚纱装扮 没有具体的面貌 为的 就是让所有女性粉丝 有代入 做梦的意想 幻想着站在她身边的是自己 并为之疯狂 克金 有人说这是媚粉 为了让女性粉丝掏腰包 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地为她们造梦 但粉丝会说 这是偶像和粉丝的双向奔赴 粉丝心里有她 她心里也有粉丝 不过 在旁人看来 她心里是有粉丝 还是有粉丝的荷包 就没人去细想了 在爆料蔡徐坤私生活混乱后 蔡徐坤的平台下 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就有上万条评论 不少人也是好奇 现实生活中的蔡徐坤 是个怎么样的人 曾经周深出席某活动 记者当时也是问其 如何评价蔡徐坤 对此 周深的回复很大方 综合实力比较好 没有明显的短板 rap舞蹈比较好 很有自己的想法和计划 清楚自己的定位和适合什么 不过有时候 也和很多小哥哥一样 比较喜欢玩 对此 网友们也是纷纷表示 一语重地 当然 现在关于蔡徐坤制女粉丝 怀孕打胎事件 真相如何 大家还要等蔡徐坤 一个明确的声明 这次针对蔡徐坤的 戴大明的爆料 究竟是空学来风 还是腥风血雨 我们且看后续 只希望所有明星 艺人 活得真实一点 不要为了所谓的人设 做出违背常理的事情出来 出来混 迟早要还的 还是真实一点 才能走得更远